这条街叫鬼街 鬼就是中国古代 那个 一种石器 就是一种造具 做饭用的 这条街呢 归我北大四年同屋的 白连曾 白警官 管票 他是我们班极聪聪的人 但是他认为 我们上的那个戏 叫国际政治戏 不实惠 他就把他在大学的教职辞了 到东城分局 东志门派出所当警察 他现在活得极滋润 他家就住这个附近 改革开放的实惠 他全知道 鬼街 我现在不爱往这走 首先就是油腻太大 一到晚上 即使不是晚上啊 吃饭的车 路边乱停 基本上把交通全给堵住了 我不爱来这儿 这附近有个22宗 是庄德栋的母校 说要给庄德栋立个像 好像后来因为二十几万块钱的钱 搭起来了 背后还把庄德栋的墓碑给除黑了 喷黑了 墓碑其实是一个衣冠种啊 庄先生早就跑日本去了 但是这些人就跟这个鬼街似的 再往前面走一点 在我左侧路中心 有一个东西 就是鬼街的那个鬼 现在这条街 我管它叫鬼街 看见那个巨大的那个 做饭的那个器皿了吧 那个就叫鬼 就是古代 还没有电 没有冰箱 一堆东西乱炖 乱涮 的那种乱炖 我不喜欢吃乱炖的东西 我喜欢 吃生的 干净的 你能知道它是 原本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比如白菜就叫白菜 豆腐就叫豆腐 我不喜欢 把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弄在一起 给它取名叫霸王蝶鸡 王子就是王子 鸡就是鸡 卖银就是卖银 嫖娼就是嫖娼 不能混在一起说 就跟某名主持一样 感谢观看